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財源廣經的節目 今天是1月15號禮拜一 我們從今天的盤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的指數啊 今天又在創新高 可是呢創新高的格局裡面 你會發現到 台股今天又流出了上影線 那到底這個盤要不要去追 到底這個盤我們要怎麼去做規劃 那各位其實在我們今天測標裡面 我們已經把未來這一個禮拜 台北股市 我對台北股市的一個盤式的看法 跟整個結構上面要漲什麼 要跌什麼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都在測標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到底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 前半週漲 後半週跌 而且呢會漲什麼股票 漲一些金融股 然後呢漲一些比較低 位階的電子股 但是呢不是說指數看起來 還在漲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去亂追哦 因為這個盤它會有 拉東出西的狀況 反而這地方對於一些 高位階的電子類股 它的風險會比較大 而且後面還有一個重點 通常生技股都是 盤式多方的一個最後一棒 那所以呢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說你要去掌握 低檔位階的股票的話 生技股可以留意好不好 那這都在測標裡面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直接來做解說 台北股市呢 為什麼能夠持續再創高 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美國股市再創新高對吧 當美股能夠創新高 它當然能夠支撐 整個台北股市的指數 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上漲的一個格局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禮拜的時候呢 美股要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啊 從元旦過後 它就是一路的往上攻 那尤其這兩天的幅度越來越大 有沒有 那可是你會發現到 當美股再往上漲的時候 它目前離那個月線的乖離率呢 它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如果說這幾天 美股再往上攻的時候 反而我認為後半週那個乖離率 修正乖離的動作 它會開始慢慢出來 而且台北股市這個禮拜三 是屬於台子期的結算 那台子期結算我們之前在 我們以前的分析裡面 我們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把外資期貨的多單 跟它選擇權避險的空單來看 現在整個加總起來啊 是3.2倍 3.2倍 可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說嘛 你今天期貨買一口 1.4200塊 可是選擇權呢 買一口1.4200塊 所以呢這個地方要4倍 才能用選擇權 去達到期貨完整的一個避險 那因為目前只有3.2倍嘛 所以呢外資還沒有做一個 完全避險的動作 所以呢在禮拜三左右這個地方啊 台子期結算的時候 台北股市還有機會 咬一下短空 但問題是當台北股市呢 這個禮拜呢 前半週再漲起來的時候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美股如果再漲的話 乖離率開始有修正乖離的機會 那你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這地方要流出了上影線 可見了呢這個盤 雖然指數還在漲 不代表說 所有的股票都會動 所以呢這要留意一下 這禮拜 前半週跟後半週 台北股市的走勢好 那要漲跌什麼股票 各位我們仔細來看 之前我們跟大家說過 新來幣匯率如果升值的話 那當然就是支撐整個台北股市 往上供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對不對 可是新來幣匯率呢 這一波的升值呢 它升破30塊 那升破30塊呢 這在整個過去的歷史裡面 它會造成什麼現象 來各位你仔細看 過去啊新來幣呢 升破30塊之後 各位你會發現到 這新來幣匯率升破30塊 可是當時在漲的是什麼 它是金融 在漲的是金融你會發現 新來幣匯率升破30塊 可是金融拼命漲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再仔細來看 當新來幣升破30塊 當時的電子類股有沒有漲沒有漲 所以呢當新來幣匯率升值的時候 是有利於什麼 有利於金融 OK好那各位 你從今天那盤你就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今天漲什麼 如果以電子跟金融來看 今天金融類股漲的比較多 這是因為你新來幣匯率升破30塊 所以呢撐盤的指標 它在金融 那除了金融之外呢 那種比較跌升的股票 它一定有機會談嘛 稍微反彈一下合理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比方說除了今天金融 在談之外呢 鴻海的股價 是不是讓你看到跌升談 有沒有有跌升反彈嘛 利用跌升的反彈來去做撐盤 可是我要跟各位說 跌升反彈不要亂追 好不要亂追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3008的大立光 禮拜五的時候跌升反彈 跌升未彈嘛 可是你會發現啊 為什麼彈起來就跌 彈起來就跌 因為這一類型的個股到這個時間點 跌升的時候呢 他會有機會談 可是上面 套牢的籌碼太重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光學類股稍微有跌升談 可是呢 談不上去 那反而其他的類股呢 3362的先進光跌停板 3441的聯翼光 反而還有創破斷的低點 可見呢 這種跌升的股票 不能亂追 如果說你要去搶反彈 只有極短線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這個禮拜的撐盤在金融 而且呢 是在於跌升的電子股 但是跌升電子股 我不建議你去亂追 而且這個地方要預防他拉東出西 什麼叫做拉東出西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多禮拜以來 台北股市的指數在漲 可是你會發現到美率有沒有漲 沒有嘛 為什麼 漲多的股票 反而在這個時間點會有震盪 3533的加折 是不是從高檔下來對不對 所以呢有些個股呢 他反而在高檔的位置區 高位皆有盤抖的趨勢的時候 這樣的股票 反而要預防什麼 買在高點 成為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前兩個禮拜 漲一些比較非電子類股 非電子類股裡面的 傳統產業類股裡面的鋼鐵股 有沒有 你會發現到今天中虹 原本創高之後呢 留了三天上影線 今天跌下來 代表說你去追的人 又買在高點 所以我跟他說啊 這個盤前半周會漲 後半周呢 漲多他要開始震盪要壓回 但是呢是以金融為主導 那跌深的電子類股呢 不要隨便追 那有一些比較屬於 漲多的電子類股呢 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3665的茂臉 這類型的個股呢 在這個時間點呢 他也是開始慢慢頭部浮現 所以你要預防高位階的股票 這地方有下跌的一個壓力 這是要區分 高低位階跟這個禮拜的一個盤勢 如果你能夠了解這樣的盤勢 跟整個操作的一個結構的話 你就不會隨便亂追 然後去買到市場上 成為最後一隻老鼠 追到最高點 但是呢 這個禮拜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生技的類股呢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今天你會發現到 生技的耗頂呢 工藏漲平板 那這類型的個股 你從他的走勢來看 有沒有漲過 沒有漲 但是呢生技股呢 原本在市場裡面 他都是準備接最後一棒的動作 為什麼接最後一棒 當你盤勢在走震盪的時候呢 市場的資金從高檔的個股移出來 那移出來之後 他會去找什麼 找低檔的股票 然後呢不需要大量 又容易拉抬的股票 所以呢 反而生技股在後面的走勢裡面 他是有機會的 尤其美國的NBA生技指數 近期都在 持續的去走補漲的狀況 所以呢 這個禮拜的盤要區分 高位階的股票 要預防他下跌 那這些個股呢 你可以用全震的操作 去做避險的一個動作 那低位階的股票 如果說你要去搶跌升坦 我是不建議啦 但是我覺得生技股 他是有機會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來到這個時間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這個禮拜 一個穩當的一個操盤的一個模式 或個股的話 那我建議各位 既然生技股有機會接最後一棒 那這裡有一檔生技的股票 他從去年4月份以來 就在走一個大底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檔個股 他已經完成美國FDA 三期的三期臨床的數據分析 那之前第二線的用藥呢 在美國市場已經高達4億美元 那你現在要通過三期的臨床分析 代表說他的利多 才剛開始要發酵 所以去年12月份的營收呢 他就越增了61% 那這種低檔形態的股票 能夠從低檔一度穩定的 往上攻的個股 反而是這個盤面裡面 他最穩當的一個操作 所以呢 如果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指數呢看起來好像還有高點 可是買的股票都沒有漲 結果到最後呢 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我覺得這樣的操作模式 其實近期在這一個禮拜以來 你買錯股票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呢我是建議各位 既然這個盤後半周 有這種震盪下跌風險的時候 先做避開 那高檔的股票呢 你可以先去做賣出的動作 如果你不願意去做卷空的話 你可以用全震的操作 來去做一個規避風險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不了解該怎麼操作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要去掌握一檔 第一檔能夠穩當上攻的股票 這一檔股票 我們今天送給各位 我們今天送給各位 能夠穩穩當當的從第一檔 出現一個明顯上攻的一個走勢的股票 就在這裡 所以呢 今天如果說掌握不到盤勢 老是賺指數賠價差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索取這份資料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之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